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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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必要条件 就像海洋中的潮汐 情绪的起伏让我们能够适应环境 比如当你在工作中遇到挑战时 焦虑的情绪可能会促使你更加努力的去解决问题 而当你完成任务时 愉悦的情绪又会让你感到成就感 当然认识自我情绪的变化 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情绪的奴隶 相反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管理和调节情绪 比如深呼吸 冥想 甚至是简单的散步 都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应对情绪的波动 想象一下当你感到愤怒时 深呼吸几次 可能会让你从我想把这台打印机扔出窗外的状态 转变为我可以试着重新启动他的理智思考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曾经有一位教授 他在课堂上总是情绪波动很大 有一天他在讲解复杂的理论时 突然感到一阵愤怒 结果把黑板上的粉底扔了出去 学生们都吓了一跳 学生们都瞎瞎着说 看来我的情绪也需要一个重启 从那以后他开始在每节课前做几分钟的冥想 结果不仅情绪稳定了 课堂气氛也变得更加轻松 所以认识自我情绪的变化不仅是自我反省的过程 更是我们与自己和谐相处的第一步 记住情绪就像天气变化无常 但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在风雨中找到自己的阳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观察情绪波动 了解其背后的原因 当然可以 观察情绪波动就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戏剧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动机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想象一下 有一个名叫小明的学生 他在课堂上总是表现得很活跃 回答问题时总是信心满满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甚至在老师提问时也不再举手 班上的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 猜测了小明是不是生病了 或者是不是抬上了燕 这是老师决定采取行动 他找到了小明轻声问道 小明今天怎么了 你看起来有些不太对劲 小明犹豫了一下 最终吐露了新生老师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在数学考试中得了零分 醒来后我就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行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情绪波动 往往是由内心深处的某种担忧或恐惧引起的 在小明的案例中 他的情绪波动源于对失败的恐惧 而这种恐惧又是由他内心的自我怀疑所驱动 那么如何观察情绪波动并了解其背后的原因呢 这里有几个小技巧 一注意身体语言 情绪往往会通过身体语言表现出来 比如紧握的拳头可能意味着愤怒 而低垂的肩膀可能表示沮丧 观察这些细微的变化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绪 二倾听言语 人们在表达情绪时 往往会使用特定的词汇和语调 比如使用我觉得而不是我认为 可能表明更强烈的情感投入 通过倾听 我们可以捕捉到情绪的细微变化 三反思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波动可能与他人的情绪无关 而是源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定期反思自己的情绪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 四保持幽默感 情绪波动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困惑 但保持幽默感可以帮助我们更轻松地面对这些波动 就像小明的梦一样 虽然听起来有些可笑 但他却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总之观察情绪波动不仅仅是看表面现象 更是深入挖掘背后原因的过程 寻找线索揭开情感的真相 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心去观察 理解他人的情绪 同时也不忘关照自己的内心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记录情绪变化 帮助识别触发因素 当然可以 让我们来聊聊记录情绪变化 帮助识别触发因素这个话题 首先情绪就像天气 有时候晴空万里 有时候乌云密布 我们都知道天气变化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气压湿度 甚至是你早上吃了什么早餐 情绪也是如此 背后往往有一些不易察觉的触发因素 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天都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 就像弃教学家记录天气一样 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模式 比如 某天你心情特别好 可能是因为你吃了你最爱的巧克力蛋糕 而另一天你却感到无比沮丧 可能是因为你在早高峰时被挤得喘不过气了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讲的是一位名叫情绪侦探的心理学家 他决定帮助人们识别情绪的触发因素 他让每位参与者每天记录自己的情绪 并在旁边写下当天发生的事情 结果他发现有些人每次心情低落时 都会提到看了新闻 于是他开玩笑的说 看来新闻频道是我们情绪的 通过这种记录 参与者们不仅能够识别出哪些事情会影响他们的情绪 还能学会如何应对这些触发因素 比如有人发现自己在周一总是心情不好 经过分析才意识到原来是因为周末的放松和周一的工作压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他们开始在周日晚上做一些轻松的活动 帮助自己平稳过渡到新的一周 所以记录情绪变化不仅能帮助我们识别处发因素 还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提前知道可能的情绪风貌 我们就能做好准备 甚至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提前找到地方避难 总之情绪的变化就像一场精彩的戏剧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演 通过记录和分析 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控这场戏 甚至在关键时刻给自己加点幽默的调料 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谢谢找六组的介绍一下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接受情绪的存在 避免压抑与否认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情绪就像是天气预报 时而晴空万里 时而乌云逆布 接受情绪的存在 避免压抑与否认 实际上是我们与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方式 想这样一下 如果我们每天都选择忽视天气 结果却在暴风雨中淋得透湿 那可真是自找麻烦了 让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小镇 镇上的人们都非常热爱阳光 几乎每个人都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外出游玩 享受生活 然而 一到阴雨天 大家就像是被试了魔法 纷纷躲进家里 甚至连窗帘都拉上 生怕看到外媒的雨滴 有一天 镇上来了一个旅行者 他发现这个小镇的居民 对阴雨天的态度非常奇怪 他决定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 走出家门带着一把伞 悠然自得的在街上散步 镇上的人看到他 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 仿佛他是外星人 旅行者微笑着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吗 雨天也是一种美丽的情绪 它让大地滋润 让植物生长 我们不妨试着接受他 于是他开始在雨中跳舞 甚至邀请镇上的人们一起加入 起初大家有些犹豫 但在他的感染下 渐渐的他们也开始放下伞 享受这场雨中派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情绪就像天气一样 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选择天气 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 压抑和否认情绪 就像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 任凭外面的风雨肆虐 相反 接受情绪的存在 意味着我们愿意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理解自己的感受 甚至在风雨中找到乐趣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沮丧 焦虑或愤怒时 不妨试着像那个旅行者一样 带着一把伞走出去 接受这些情绪的存在 历经生活不仅仅是阳光明媚的日子 偶尔的英语也是一种独特的风景 记住 情绪是我们内心的天气预报 接受它们 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这些情绪调节的技巧 在我们探讨第二章情绪调节的技巧与方法时 不妨先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想在下有一位名叫小明的学生 他在考试前夕感到无比焦虑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肩上 于是他决定去找他的老朋友 情绪调节技巧 小明首先尝试了深呼吸法 他坐在书桌前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想象自己在海边 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 结果 他的脑海中却浮现出一只巨大的海星 正用他那无知手臂在他面前挥舞 似乎在说放松放松放松 小明忍不住笑呢 心情也随之轻松了不少 接下来小明决定尝试情绪日记 他拿出一本小本子 开始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 每当他感到焦虑时 就写下我现在很焦虑 可能是因为明天的考试 但他很快发现写下这些情绪后 反而让他意识到焦虑并不是世界末日 而只是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反应 于是他开始在日记中加入一些幽默的自我调侃 比如如果考试是海星 我一定能把他抓住 最后小明还尝试了积极自我对话 他站在镜子前微笑着对自己说 小明你是个聪明的家伙 考试不过是你人生中的一小步 海星也不会吃掉你 他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如果海星能参加考试 他会得几分呢 让他忍不住大笑 焦虑感也随之消散 通过小明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情绪调节的技巧 并不一定要严肃认真 深呼吸 情绪日记和积极自我对话都是有效的方法 但加入一点幽默感 往往能让我们更轻松地面对情绪的波动 在实际应用中 情绪调节的技巧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 无论是通过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 还是通过写日记来理清思绪 甚至是通过幽默的自我对话来缓解紧张情绪 这些方法都能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 保持一份轻松和乐观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情绪波动时 不妨试试小明的方法给自己一个微笑 或许你会发现生活中的海星并不可怕 反而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小伙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学习深呼吸帮助平复情绪 当然可以 深呼吸 这个听起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动作 实际上却是我们情绪调节的秘密武器 想象一下如果情绪是一只狂奔的吗 深呼吸就是那根能让它停下来的僵声 首先让我们回到古代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人是理性的动物 但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 变成了情绪的动物 这时候深呼吸 就像是给我们大脑按下了一个重启按钮 通过深呼吸 通过深呼吸 我们可以让大脑重新获得控制权 理性的思考 而不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 有趣的是 深呼吸的效果不仅仅是心理上的 它还会影响我们的生理状态 科学研究表明 深呼吸可以降低心率 减轻压力激素的分泌 甚至可以改善消化功能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一场重要的演讲前感到紧张 深呼吸不仅能让你冷静下来 还能让你的肚子不再咕咕叫 这简直是双赢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分享了他在面试前的经历 他非常紧张 甚至在面试前的几分钟里 手心出汗 心跳加速 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 他想起了我曾经提到的深呼吸技巧 他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吐出 结果他不仅成功地平复了情绪 还在面试中表现得相当出色 最终获得了那份工作 后来他开玩笑说 我觉得我面试成功的秘诀就是 我学会了如何不在面试官面前窒息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感到情绪波动时 不妨试试深呼吸 不仅是让你冷静下来的方法 更是让你在生活的舞台上 优雅地演绎出自己的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尝试冥想 提升内心的平静感 冥想 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某种神秘的魔法 仿佛只要一坐下来闭上眼睛 便能瞬间获得内心的平静 甚至可能还会有天雨散花的效果 不过确实往往比想象要复杂的多 首先冥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古印度的瑜伽士和中国的道家 都在探索如何通过冥想来达到内心的宁静 想象一下当时的人们坐在山底 周围是清脆的树木和清澈的溪水 心中没有手机 没有工作压力 只有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可惜现代人坐下来的时候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 今天的午餐吃什么 或者民间的会议准备好了吗的念头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体验到冥想带来的内心平静呢 首先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 闭放眼睛 深呼吸 听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很多人刚开始冥想时 冥想会涌现出各种杂念 仿佛一群小猴子在你脑中开派对 此时不妨用幽默的方式对待这些杂念 想象他们是穿着花衣服的小猴子 静情的在你的脑海中蹦跳 你只需微笑着看着他们 心中默念 好吧 猴子们玩得开心 但我现在要去我的内心海滩度假了 冥想的关键在于练习和耐心 就像学习骑自行车一样 刚开始时可能会摔倒 但只要坚持就能找到平衡 研究表明定期冥想可以帮助降低压力焦虑和抑郁 甚至能提高专注力和创造力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在工作中保持内心的平静 或许能更好地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紧急任务 而不是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有趣的是冥想不仅仅是静坐 它也可以是走路吃饭 甚至是洗碗 只要你能专注于当下 享受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冥想 试想一下 当你在洗碗时 专注于水流的声音和泡沫的感觉 或许会发现这也是一种内心的宁静 最后记住 冥想并不是要你完全清空脑海 而是学会与自己的思绪和平共处 就像一位老朋友偶尔会来打扰你 但你可以选择不理会 继续享受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亲家的朋友们尝试冥想吧 即使一开始你觉得自己像个在沙滩上打滚的海报 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你在努力追求内心的平静 毕竟生活就像一场冥想 有时需要一点幽默感来调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进行身体锻炼 释放负面情绪 当然可以 让我们来聊聊身体锻炼和释放负面情绪之间的关系 首先 大家都知道运动不仅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还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快 为什么呢 运动会释放内非态 这种被称为快乐荷尔蒙的物质 能让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办公室里被一堆文件压得闯不过气 心情像被压别的饼干一样扁平 此时 如果你能站起来去跑步机场走一走 或者在办公室里做几组身堆 瞬间就能把那些负面情绪甩得远远的 就像是把一块重石头扔进壶里 水面会泛起涟漪 但最终会护平静 有趣的是 运动的好处不仅限于生理层面 心理学家发现运动可以帮主文更好的处理情绪 比如有一位朋友 有一位朋友 林教小李因为工作压力而感到焦虑 于是他决定每周去参加一次拳击课 结果他不仅学会了如何打拳 还学会了如何打掉那些负面情绪 每当他在沙袋上挥拳时 仿佛在和自己的烦恼进行一场决斗 最后 最后退后 他不仅变得更强壮 心情也变得更加阳光 当然运动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 你可以选择跳舞游泳 甚至是和朋友一起散步 关键是找到一种你喜欢的方式 让身体动起来 就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 人是天生的运动者 所以别再做着发愁了 站起来动起来 释放那些负面情绪吧 最后记住运动不仅能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还能让你拥有一个快乐的心灵 就像我常说的如果生活给你柠檬 别只是在那发愁 去跑步吧 顺便把柠檬扔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三章 培养积极的思维方式 在我们探讨第三章 培养积极的思维方式时 不妨先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有一天 一位年轻的学生走进了心理学教授的办公室 满脸愁苦地说 教授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像一杯苦咖啡 毫无乐趣可言 教授微微一笑 拿起桌上的咖啡杯 问道 你知道如何让这杯咖啡变得更好喝吗 学生摇摇头 教授继续说 你可以加糖 加奶 甚至加点香料 生活也是如此 虽然有时会有苦涩 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调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积极的思维方式 并不是忽视生活中的困难 而是学会如何在苦涩中找到甜蜜 培养积极思维的关键在于几个方面 一 自我对话 我们每天都在和自己对话 问题是 我们说了些什么 试着把我做不到改为我可以尝试 这就像是给自己加了一点糖 让生活的味道变得更好 二感恩的力量 每天花几分钟时间写下三件让你感到感激的事情 即使是小事 比如一杯热茶或是阳光明媚的天气 这些都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的美好 三 积极的环境 与积极的人在一起 像是和一群喝着甜饮料的朋友聚会 大家的快乐会相互感染 相反 负能量的人就像是那杯苦咖啡 喝多了只会让你心情低落 设定小目标 就像在咖啡中逐渐加入糖和奶 设定小目标并逐步实现 可以让你在实现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感 进而增强积极的思维 无忧默感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挫折 保持忧默感 就像是在苦咖啡中加了一点香料 让你在面对困难时也能微笑面对 让你在面对带有幽默味道的咖啡呢 总之培养积极的思维方式 就像调制一杯完美的咖啡 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材料和调味品 生活中的苦涩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思维来调和 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记住生活就像一杯咖啡 苦中有甜 甜中有乐 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品味 谢谢找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练习感恩 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当然可以 练习感恩 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这个主题不仅深刻 而且充满了生活的智慧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有一天 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决定去公园寻找名单 他带着画板准备捕捉大自然的美丽 然而刚到公园 他就被一只小狗吸引住了 小狗在草地上欢快地奔跑 追逐着自己的尾巴 似乎在进行一场无尽的追逐赛 艺术家忍不住笑了 心想 这小家伙真是个快乐的家伙 于是 他决定先画下这只小狗 就在他专注于画画的时候 突然一位老奶奶走过来 微笑着对他说 年轻人 你知道吗 这只小狗每天都在这里玩耍 他从不在意天气如何 也从不抱怨 他只知道享受当下的快乐 这句话让艺术家顿时恍若醍醐惯离 他意识到生活中有太多美好的事物 值得感恩 而他往往只关注那些琐碎的烦恼 于是 他开始练习感恩 每天都写下三件 让他感到快乐的事情 他觉得这有点傻 但渐渐的 他发现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注意到早晨的阳光透过窗帘 撒在床上的温暖 注意到街角咖啡店里那位总是面带微笑的咖啡师 甚至注意到路边花坛里盛开的花朵 每一切小事都成为了他感恩的对象 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有趣的是 艺术家的画风也随之改变 他的作品不再是单纯的风景画 而是充满了生活的细节和温暖的情感 人们在欣赏他的画作时 仿佛也能感受到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恩 所以还能不仅能让我们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还能改变我们的视角 甚至影响我们的创造力 就像那只小狗一样快乐地追逐着自己的尾巴 或许我们也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找到值得感恩的理由 最后记住 感恩并不需要大张旗鼓 有时候只需在心中默默地说一声谢谢 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毕竟生活就像一幅画 色彩的丰富与否 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去描绘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设定小目标增强自我效能感 当然可以 设定小目标增强自我效能感 这个话题听起来可能有点严肃 但其实它背后藏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道理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古老的故事说起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我们是我们反复所做的事情 因此 主欲不是一种行为 而是一种习为 而是一种习惯 想要变得优秀 就得从小事做起 就像是你想要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 但如果你每天只是在沙发上看电视 那你可能只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沙发土豆 设定小目标 就像是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沙发土豆挑战 比如你可以设定每天画一小块画布 或者每天写一百个字 虽然这些目标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当你坚持下去时 你会发现自己逐渐积累了成就感 甚至可能会在某一天惊讶的发现自己已经完成了一幅巨大的画作 或者写了一本书 再来讲一个现代的故事 想象一下 有一个名叫小明的年轻人 他总是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毫无成就感 于是他决定设定一个小目标 每天早上提前十分钟到办公室 起初他觉得这简直是小菜爷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自己不仅能提前完成工作 还能在早晨的宁静中思考一些创意 结果他的工作表现大幅提升 老板开始注意到他 甚至给了他一个升职的机会 小目标的魅力在于 他们能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增强自我效能感 每当我们完成一个小目标 就像是在给自己打了一针兴奋器 心里会涌起一阵成就感 仿佛自己是个超级英雄 能够拯救世界或者至少是拯救自己的工作 当然设定小目标也有其幽默的一面 比如有人可能会设定一个目标 有人可能会设定一个目标 每天喝八杯水 结果第一天他喝了八杯水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变成了水人 整天跑厕所 最后不得不把目标改为每天喝六杯水 以避免成为办公室的水龙头 总之设定小目标不仅能帮助我们增强自我效能感 还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就像是人生的调味皮 让我们在追求大目标的过程中 享受每一个小成就带来的快乐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不妨从今天开始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 看看你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多少乐趣和成就感 谢谢小六祖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与他人分享积极经历 提升幸福感 当然可以 让我们来聊聊与他人分享积极经历 提升幸福感这个话题 首先想象一下 如果你刚刚吃了一块美味的巧克力蛋糕 难道不想和朋友分享这份甜蜜吗 这不仅是因为你想让他们也尝尝这美味 更因为分享快乐的过程本身就能让幸福感被增 研究表明分享积极经历 可以显著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这就像是把快乐的气泡传递给他人 结果是你们都在气泡中欢笑 甚至可能还会引发一场气泡大战 想象一下两个朋友在咖啡馆里分享各自的快乐时刻 结果不仅让彼此的心情变好 还可能吸引旁边的顾客加入形成一个小情的幸福聚会 有趣的是心理学家发现当我找使用卡 心理学家发现大脑会释放多多爱 这种快乐和耳蒙让我们感到愉悦 而且分享的过程本身也能增强我们对这些经历的记忆 就像是把快乐的瞬间放进一个幸福罐子里 越分享罐子越满 幸福感也就越强 让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曾经有一位教授 他在一次讲座中分享了自己在旅行中遇到的一只可爱的松鼠 教授描述了松鼠如何在树上跳跃 甚至试图偷走他的午餐 听众们都被逗乐了 纷纷分享自己与动物的搞笑经历 结果整个讲座变成了一场欢乐的分享会 大家的笑声此起彼伏 幸福感在空气中弥漫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经历了一件美好的事情时 不妨找个机会与他人分享 无论是通过社交媒体电话 还是面对面的交流 记得把你的幸福气泡传递出去 因为分享快乐不仅能让你自己感到幸福 还能让周围的人也感受到这份温暖 毕竟幸福就像是巧克力蛋糕 越分享越美味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从认识自我情绪的变化 到如何通过各种技巧和方法来调节情绪 最后还聊到了培养积极思维的方法 感觉像是在情感的游乐园里畅游 对吧 情绪就像天气变广无常 但我们通过观察记录接受和调节 可以更好的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找到应对的方法应对的方法 就像小明的故事中那样 幽默和积极的思维能够让我们在严肃的情绪管理中增添一丝轻松 在我们深入这些主题后 大家可以尝试一些小技巧 比如深呼吸冥想或者设定小目标 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记住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 不妨用心去发现并分享这些美好 让我们的幸福感不断拍升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你们的生活中 有没有遇到过情绪波动的情况 你是如何应对的呢 欢迎大家踊跃提问和分享 你们的观点 会让我们的讨论更加丰富多彩 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和见解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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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